首次将中国当成交响敌 美日到底想干什么 想把中国当势子捏 某些国家该知道什么叫做来尔不往非礼也 大家好 我是海和 看来一个中东还是不够分量 拦不住美国搞事情的心 现在都敢实名制挑衅我们了 美日是真想尝尝我们铁拳的滋味了 据日媒报道 近日美国联合日本托上澳大利亚 大搞特搞所谓的联合军演 而这次的军演有两个首次需要注意 这其一就是这次美日首次将中国列成假想敌 虽然美日军演也经常拿我们当假想敌 但是像这种实名制点名还是头一次 其二 美国这次首次改变了空军的主要指挥结构 前段时间美国的政治新闻网 发了一份报道表示为了应对中国军力的发展 美国要来一次几十年未有的改革 碰巧碰上了这两年一度的锋刃军演 与此同时我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 也让美国相当担忧 多方压力下美国做出决定彻底撕下折袖部 说实话 美日拿我们当假想敌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双方都心知肚明 不过是不好戳破窗户纸罢了 现在美国和日本主动戳破了这层窗户纸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好事 毕竟只有千日做贼的 哪有千日防贼的 现在美日主动把我们列为假想敌 并采用了未经修改的真实版地图 那我们来而不往 非礼也也算是正常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甚至是个绝佳的机会 毕竟在国际上看来 这是美日先不讲武德 大义都被我们给占了 要是美日得寸进尺 我们打折随棍上也是正常 事实上 美日之间不过是相互利用的关系 美国把日本看作其在东北亚的桥头堡 推进印太战略 遏制中国发展的关键枢纽 而日本则通过配合美国不断在战术军备等层面 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 融入美军作战体系 就是日本最好的选择 像这次军演就是如此 作为两年一度的美日军演 封任主要在偶数年举行 是指挥所演习 还有一个例人会在基数年举行 主要是实兵演习 至于计算机模拟联合演习 则是指挥所演习的一部分 简单来说就是纸上谈兵 虽然影响不大 但这口子一开 将来美日势必会更加猖狂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甚至也是切香肠的一部分 这样结合来看的话 美日的目的就很清楚了 首先通过封刃进行兵推 设定作战计划 等到第二年再用利刃来落实封刃的具体内容 查缺不漏 由此来看的话 美日现在是装也装不住了 既然如此 我们也不必客气 趁早做好应对之策 一举突破美国所谓的岛链封锁才是硬道理 在这方面 我们自是不必担心 且不说美日此前多次以中国为加强敌的兵推 都已失败告终 就是解放军的铁拳也足够美日满地爪牙的 也就是这些年 我们讲起了道理 让某些国家才有了错觉 赶来在老虎头上拔毛 我国的来而不往非离也可不是说着玩的 某些国家想打第一枪 把主动权让给我们就该做好 再也打不出第二枪的准备 好 本期话题就说到这儿